弟兄姐妹平安 让我们弟兄做个祷告 主要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在树立大地 根基之前就拣选了我们 感谢你 在十字架上的救世 你的宝血洗清了我们的罪 使得我们有了这永生的盼望 使得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 面对这充满挑战罪恶黑暗的世界 主啊就求祝你今天你的宝座 就设立在这里 你的灵也与我们同在 也祝福我们开始这学习 这光辉灿烂的彼得前书 也与孩儿同在 保守孩儿的口 将你的真道传讲明白 主啊我们感谢你 我们上祷告祈求 奉考我主耶稣基督的圣 Amen 我去年讲道系列的话呢 主要是以主题作为重点 两个系列 大家还记得是基督徒的喜乐 和有意义的生命 今年的话呢 我准备呢 新的开启新的讲道系列呢 是以圣经当中的书卷为重点 我呢就说 在祷告当中呢 就挑选了这个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 是一卷非常宝贵的 Full of glory 虽然不长 但是在圣经当中的意义 非常的重要 但其中一个特点 就是它不但是 书卷 彼得前书的文笔 非常的优美 讲述了神的救恩 非常的重要 而且更重要的是 彼得前书是一个非常practical 非常实际的一卷书 也是历史历代主的信徒 非常珍珍世宝贵的一卷书 所以呢 我们今天先来读一下彼得前书 今天经文是彼得前书 一章一到二节 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 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 加拉太 加波多加 雅西亚 彼托尼寄居的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 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以致顺服基督 又蒙他学所洒的人 愿恩惠平安 多多的加给你们 彼得前书 刚才讲到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书 它其中 谈到了很多我们基督徒 日常基督徒生命走天路过程当中 非常注重的一些主题 你比如说我们基督徒荣耀的身份 蒙福的身份 我们为什么 就大有盼望 自然面对着黑暗 挑战苦难的世界 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天路当中每一天跟主同行 怎么样能够过圣洁的生活 以及怎样能够应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 能够服侍教会 服侍我们周边的人 所以说彼得前书的话 它不但是在神学意义上 非常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日常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指导 所以这次的话 非常有幸的跟大家分享彼得前书 实际上我喜欢彼得前书的话 是由来1910多年以前的话 我在咱们教会带领主日学 那个时候一直就想要带彼得前书 但一直没有机会 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 十几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 我一直在着重在保罗书信上面 所以呢 这今年的话呢 我打算呢 去这个新的讲道系列呢 就以彼得前书作为重点 我们一起来开始看 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彼得前书 一章一到二节的话呢 是一个彼得前书这个书信的开始 很多弟兄姊妹在读这个新学书信的时候呢 会呢不太注意这个前面的开始 为什么呢 认为一个书信的话 前面好像大家都好像差不多 都是些问候啊 问安啊 好像是比较千篇一律的 不是很重要 但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一个看法 彼得前书这个开始这个两节经文的话呢 我们仔细看的话呢 有极深刻的属灵的含义 你想想这个 这个许鲁彼得在他末年的时候 这个彼得前书大概成书是在 大概是在公元65年左右 那时候已经接近他的末年 他回想他一生 这时候呢又面对了 又看到教会 有各种各样的困难 如这个罗马的逼迫 还有教会内部的一些困难 他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提笔作书 他一生的年月在他后面 他在眼前呢 是教会所面临的各样的困难 基督徒在信仰生活当中 有各样的挣扎 他在这个时候呢 开始写这个书 大家各神处地想一想 在由圣灵的感动写 开始这个伟大的这卷书卷的开始 他绝不是像我们平常书信 这种套话 这种一个template 他绝对不是这样 他一定要写 神让他所讲的非常重要的话 放在他这件书的开始 我们来一节一节地读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 这是彼得是写明了 这彼得前书的作者 为彼得 使徒彼得我们大家是蛮熟悉的 他是教会的领袖 也是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徒 是在使徒当中的话呢 是做头的 但是这样一位重要的人物 我们读圣经的话呢 就非常清楚 彼得的一生的话呢 绝不是像人想象的那样光彩 还有很多不光彩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这个 马太福音 往下翻一下 看一下马太福音 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的时候呢 他这个彼得的话呢 居然阻挡主上十字架 耶稣才只是门徒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 祭司长 文士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 第三日复活 西门彼得就拉着他说 主啊 万不可如此 这事必不临在你身上 耶稣转过来 对西门彼得说 撒旦 对我后面去吧 你是伴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是体贴人的意思 所以说呢 我们知道呢 从刚才这一段 我们很熟悉一段经文的话呢 就知道这个 彼得的话呢 居然阻挡我们的主上十字架 彼得的话呢 后面我们看 熟悉他的这个历史的话就知道 他不但是没有 从他这个前面的失败当中 吸取教训 而反而是 又犯了更大的错误 他居然三次不认主 这是我们很 另外一段 在约翰福音十八章 一段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文 西门彼得跟着耶稣 还有一个门徒跟着 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 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 彼得却站在门外 大祭司所认识的那门徒 出来 和看门使女说了一声 就领彼得进去 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 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 他说 我不知道 说任何差异 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 站在那里烤火 彼得也同 他们站在烤火 彼得 西门彼得 正站着烤火 有人对他说 你不也是他们的门徒 他的门徒吗 彼得不承认 说我不是 有大祭司一个仆人是彼得 消掉耳朵那人的亲属 说 我不是看见你同在 他在院子里吗 彼得又不承认 历史就计较 我们想想彼得 这个当时的这个经历啊 他是主耶稣基督 亲自拣选的使徒 而且是使徒的头 大使徒 而且呢 他跟随主耶稣基督三年 延传身教 自认为很有种 别人可以离你而去 别人跌倒 我不跌倒 大言不惭的讲的这种 居然因为恐惧 居然因为危险临到 居然因为挑战 他当时选择的就是什么 选择就是逃避 其实我们也不能够责怪他 我们想想我们人 是不是也是如此 如果面对的挑战 面对的困难 你知道你第一个instinct 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逃避 不承认 跟我这没关系 路人 我这一问我 我是路人甲 跟我没关系 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 可不要沾了这个因果 这就是我们 我们人一般来讲的这种 想法 这时候面对的主 别人说你这个 你不是他的门徒吗 他说我不是 我不是路人甲 你跟我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三次不认主 但是主耶稣基督 后来是怎么样呢 虽然彼得不断的跌倒 不断的犯错 不断的软弱 但是主耶稣基督 并没有放弃他 就像主耶稣基督 并没有放弃我们一样 他在主耶稣基督 复活以后的话 主耶稣基督 在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 就讲到说 他们吃完了早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小养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说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喂养我的羊 第三次对他说 耶稣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 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吗 就忧愁 对耶稣说 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喂养我的羊 所以主耶稣基督 以三次询问 你爱我吗 实际上是这个 也回应了 彼得的方面 是三次不认主 但是这次 彼得 终于悔改了 他知道 主我们的神 所交付在 他的使命 身上的使命是什么 所以使徒彼得 成为了 当时新约教会的领袖 出来教会的领袖 在使徒行战中 我们很熟悉 彼得还用许多话 做见证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 第二章讲到 彼得还用许多话 做见证 劝勉他们 说你们当 就自己脱离这 弯曲的世代 于是领受 他话的 他受了洗的 那一天 门徒 添了三千人 都横心 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掰饼 祷告 他们天天 同心合意 横切地在殿中 会在家中 掰饼 红着欢喜 城市的心 用饭 赞美神 和著名的喜爱 主将得救人 天天加给他们 所以说 使徒彼得 他的一生的经历 实际上是跟我们 很多历史历代 基督徒的经历 非常相似的地方 虽然说 我们非常的软弱 经常的犯错 而且 面对着 各种各样的挑战 与失败 所先想到的 就是逃避 wrong way give up 不沾染 但是主耶稣基督 没有放弃 彼得 同样没有放弃我们 而当 神的时间临到的时候 当神的呼召 临到的时候 他就呼召 彼得成为 初代教会 新约教会的领袖 不是因为 他作为渔夫 有多么高深的学识 和精湛的口才 但是 因着圣灵的感动 神的作为 使得他 口出的 神的话语 大有能力 一次讲到 三千人信主 而且主将得救的人 天天的加给了教会 我们接着往下看 彼得讲到说 愿恩惠平安 多多地加给你们 当彼得在写到 神的恩惠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到 他回想 他一生的经历 我们刚才 很简短地 做了一个survey 他回想 他一生的经历 这时候 他笔下 落笔写道 神恩惠和平安 这是他真实的心声 也是他一生的写绕 他的也祝福 也将这同样的祝福 给他一些 当时在教会当中 读他这个书信的人 也是我们今天 读彼得前书的 所有的弟兄姊妹 愿神恩惠和平安 多多加给你们 多多加给我们 彼得书 书写这一卷书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当时在 亚西亚这个地区的教会 在外面 有罗马帝国 和犹太统治者的迫害 在内部 因为教会兴起 没有很多的 这个土壤 所以呢 也面与了各种各样的挑战 所以呢 他写这卷彼得前书 是为了鼓励 在教会的弟兄姊妹 能够在面对各样困难 失恋的时候 能够站立得主 不失失望 没有绝望 所以在他后边 我们下一次讲道中会读到的 在他同样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六到七集中呢 他就这样讲道 说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点中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 既被试验 就比那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 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到称赞 荣耀 尊贵 没有被试炼的信心 不称之为信心 没有被试炼的盼望 不称之为盼望 我们只有通过各样的困难艰难 走过来 这信心与盼望 才是真实 才对我们生命是有益的 才能够比那可坏的金子 还能更显宝贵 也能在我们将来面对主的时候 能够得到称赞 荣耀与尊贵 我们接着往下看 写信给那分散在 米都 加拉泰 加布多加 亚西亚 比托尼 寄居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了 他这个讲到的是一个 一片很广阔的这个地域 所以呢 这个Rawley 大概呢 是今天的这个Turkey 就是土耳其 今天的土耳其的这个地方 可能大家这个没有注意到啊 就是说 实际上 土耳其这个地方的话呢 实际上在教会历史上 是非常重要一个地区 曾经是基督教 一个重镇 这个Sender 而不是我们今天 好像讲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国家 各个国家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话呢 就说这个Turkey的话呢 就说跟罗马 并通于东西两个 基督 基督教的一个重镇 并且的话呢 有很多的 甚至在一段的时间内的话呢 比罗马 这个 在这个教会历史上呢 还要兴盛 还要重要 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个 现在的历史就知道呢 当地的这些教会的话呢 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 所以呢 这也反映出 我们作为主的信徒 历史历代的信徒 所面对的 怎样的艰难 挑战和困难 就是在这样一个 曾经这样兴旺的 无论是信仰福音 这样兴旺 又是 许多的使徒 和亲手建立的教会 今天已经 不复存在了 所以说呢 我们真的是 要是有智慧 能够有清醒的认识 我们 应该怎样做 他这里的话呢 我们再仔细读一下 他这里写到说 写信给这些 广大地区的 基督徒 但是他这里呢 怎么样描述那些基督徒呢 他说是寄居的 这个很奇怪啊 我们知道 当时的历史 那个时候的话呢 这个出来教会 那个在 使徒彼得 写信的时候的话呢 他大部分这些 都是外邦人的教会 这个地区 都是外邦人的教会 实际上的话呢 大部分的都是 说希腊语 所以呢 他们这些教会 可以称之为呢 这是他们 本族本家的这种 呃 这个这个这个 本乡的教会 他们这些很多的 大部分的信徒 虽然说有些信徒呢 是犹太信徒的话 从耶路撒冷 可能是搬家搬到那里去的 但是大部分的信徒呢 不是如此 所以但是呢 他这里呢 跟跟他们讲的话 他们 这个 这个 label 对于描述的话 是 寄居的 寄居在异乡的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的话呢 这里的话呢 使徒彼得就强调了 一个在圣经当中 一个反复强调的 一个真理 就是我们每一位 主的门徒 基督徒 都是寄居在异乡 因 Exal 在寄居的 比如说在西伯来书 十一章 十三到十六节中 这样 解到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到 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 是克里的 是寄居的 说这样话的人 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 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耻 因为他 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作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讲 我们的家乡不在这地上 我们永恒的家乡在天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 在世上是做客里 做寄居的 说到做客里做寄居的话 大家非常容易理解了 就是只是很短暂 你不是三多档 你是你是就说 短暂有很多的不方便 有很多的困难 有很多的不容易 特别是我们 今天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 基本上都是移民来美国的 我记得很多很多年以前的话 我当时来美国的时候 很有意思 我当时在飞机上还充满了 很这个憧憬 当时很穷心勃勃的 来美国 下了飞机的话 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件事情 因为那时候我要去学校 去学校的话 叫搭公车 结果因为我这个人的话 方向性不好 这个orientation这个skill 不是很好 所以呢 我第一次在美国搭公车的话呢 我呢就因为我很小心的 我就说要详细的查考 我是搭哪个公车 我没说 我就搭对了车 所以我还对比了 看了一下 把上车以后问了一下司机 没有错 我搭对车 我当时很高兴 我就坐在那里 就说哎 我终于搭对了一张车 我说 但是很不幸的是呢 我做法的方向 而不自知 所以呢 我就跟那高高兴兴的 我就说在这儿等 所以美国这个公车很 很奇怪吧 他就不 也不爆站 那个时候我坐那条车很奇怪 他不爆站 可能现在的车爆站了 他也不爆站 所以我也不知道 所以高高兴兴的一路 就越走越远 跟我的目的地越走越远 而且那车的线路很长 所以我一 一码的就坐到不知道多远去了 当我终于认识到 我已经是背道而驰了 我下了车以后的话 就totally lost 那时候记得那个天气也不好 然后呢 那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呢 我那时候想就说 这是一个什么鬼地方 说这个 这个 做这个公车也不爆站 什么也不知道 这个 说真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待 后来呢 我记得那时候跟我母亲讲 就说啊 我 我 我快快学完 我学完以后我就回去 我才不要在这地方待了 我就说 我就 我这时候咬牙先忍 短暂的 待一段 我咬牙忍一阵 我就回去了 因为为什么当时呢 不愿意呢 就说 觉得很 这是一个 我真的是一位 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 你觉得很你格格不入的 觉得是一个异乡 当时想的就是怎么样 很快的 我回到家乡去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 在异乡的话呢 你觉得旅游 你去一个地方 你可能有很多的 不便 很多的可能有些 犯了一些错误 但是呢 你在想的话呢 你 短暂的在这里待一待 你很快回到你的家去 所以呢 不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作为移民来美国来讲的话呢 这不是一个短暂的旅游 可能当时我们上飞机 我不知道 当时大家因为年数可能已经太 太久了 可能已经不记得了 当时是怎么想 我来到美国以后 可能当时没有想到会在这片土地上能够安家落户 但是即便是在美国待了很多年以后 你可能有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些异乡的感觉 有些文化方面 你可能还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 虽然说很多时候 华人来美国移民的话呢 都在想到要融入主流文化 口号虽然响得响亮 但实际的每天的生活呢 当你听到周围的美国的朋友同事 在讲一些笑话 在讲一些他们的一些文化当中的事情 你可能总是觉得有些隔阂 你没有那些在 如果听你原来我们家乡的这个事情的话呢 一些亲切 但是随着在美国的日久 你不知道觉得有没有觉得 家乡却离你越来越远了 有机会你即便是有机会回家乡看一看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的家乡离你也有隔阂感 你也觉得 有些地方你格格不入 所以有人在讲的话呢 你这些移民的话呢 就是说离开了大地 却又没有融入天空 所以呢 就在哪里都不是 哪里都不是 甚至在美国 也不是我们的家乡 可能也有时候人 想的就说 我们这些移民呢 都是这个 属于这种扶贫飘 可能也许你退休的时候以后的话 你不见得就在美国了 你可能漂到别的地方去了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这就是 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 在这世上的相侣 实际上的话呢 心态的话呢 要摆正 不要认 他乡为故乡 为家乡 因为我们有更美的家乡 在一乡做客旅的 做寄居的 有很多的不便 不能够享受 跟这个本地本族 他们很多的这个privilege 有差异 这实际上 就是彼得当时 在写彼得前书开始的时候 就强调这一点 很多的基督徒 虽然即便是那些 讲希腊语的这个基督徒 虽然文化觉得他没有什么差异 但是因为他们 信了主 他们在就在社会 对文化 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逼迫 各种各样与现实 格格不入 因为这个世界的 是魔鬼撒旦在掌权 你所坚信的信仰 你所坚 谈论的言语 可能别人看来 好的是strange 觉得你很奇怪 不好的就是 就要被攻击了 很多一位 当时很多一位 成为基督徒 他们在社会上 就被歧视 可能在罗马帝国当中 一些很好的政府的一些 position 就没有资格 去担任了 因为是基督徒 实际上历史历代 很多的神的子民 圣徒 都面对着 这样或那样的挑战 原因是 这基督徒的身份 原因是 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世上 是做 寄居的 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呢 但真真实实的我们身份是蒙福的身份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第二节 使徒彼得是这样写道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 被拣选 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以致顺服 耶稣基督 又蒙他血所撒的人 愿恩惠平安 多多的加给你们 我们知道在世上 身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你在哪个国家 哪个文化 身份非常重要 来美国 作为移民的话 第一个想到就是身份 身份问题 因为这个没有身份 你来工作 都没办法工作 没办法定居 身份很重要 是不是美国公民 身份公主 当年的话呢 是不是罗马公民 身份很重要 有的人的话呢 是着重身份 身份的这个方面 或者身份的那个方面 你比如说有的人 他注重的是 种族的身份 所以呢 就可以天天来 炒作这个种族的 undentity 但有的人的话呢 注重的话呢 是他因着他的工作 所带来的社会地位 因为我有一份 很好的工作 这样的话呢 他从工作带来的 社会地位 这对我很重要 所以说呢 有人的话呢 一旦失去了工作 那他整个的社会地位 就崩塌了 我记得我以前的话呢 就是看那个 就是看一些纪录片的话 介绍这个 当时在日本 或者在韩国 他们 以这个工作 作为身份的 那些人真是 做到了这个 非常过分了 被解雇以后啊 他不敢跟那个 这个太太说 他被解雇了 也不敢跟家里说 也不敢跟亲戚说 也不敢朋友说 可是孩子也更不能说 因为一切的身份都是 跟着他这个 他这个工作相联系的 这社会地位啊 对那被解雇以后的话 怎么着呢 早上还是照样的 宽待其整 拿着公文包 就不是上班了 就到什么 这个 这个 公聚员了 或者甚至在地铁站里 或者在哪里 就偷着 躺着 而且呢 下班 到了下班点 还不敢回家 因为我们知道 无论是在日本 或者在韩国的话 他都有这种企业文化了 就下班以后的话 你还要去 呃 像酒吧呀 或者说是 卡拉乌克的话呢 还在那里 要 继续的就 happy hour 就作为他们一个 社交的一个 必然的一个平台 不敢回去啊 因为回去以后呢 他就会问了 你怎么 不参加这些 公司的这些happy hour 所以一直熬到深夜 还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去 就怕 就怕碰见熟人 怕被人家识破 非常可怜 我最近看到一个 在网上看到一个纪录片 就讲那个 韩国这个 好公务员 那真是 就是中国话讲 这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非常的恐怖 他为什么呢 其实雇物员的话呢 不是一份 仔细想想的 不是一份 这种 很好的职业 挣钱也不是很多 但是呢 他作为 他们来讲的话 作为铁饭碗 不利好 将来呢 也有喷射 又不用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呢 就在人家眼里呢 就变成这个铁饭碗 金饭碗 相应来讲的话呢 就是社会身份的提高 因为你是有一个公务员的身份 所以那大家真是 消奸了脑袋 无所不用其极啊 我们大家很难想象了 就是说这个 考公务员的话 像我们这个 那 我看那个纪录片的话 那比那个高考还要 还要厉害啊 那个厉害的多了 因为他考完一次 他考不上 他接着要考 然后有的人他 他考 他能考到 三年五年 七年才考不过 考过以后就激动的 跟那疯了一样 跟那犯金重举一样 非常的可怜 也可不 比如身份呢 对他们来讲话 公务员的身份 非常的重要 比如不管是 你觉得你是身份 是因为你有这个 这个这个国家的身份 你有这个民族的 种族的身份 或者是因为你是这个 社会地位 因为你有工作的 收入的身份 这是这个世界所看重的 但是这些人所看重的身份 都不是很重要的 而在人所不重视的 但确确实实是 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 所要享用的身份 基督徒这蒙福的身份 很多人却视而不见 消尖了脑袋 要去取得那些 实际上看来 没有多少意义的身份 却单单 不重视 不管是没有得到的 还是已经得到了 这永恒当中蒙福的身份 保罗在加勒太书 三章26到28节中呢 这样讲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 耶稣基督 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都是披戴基督了 更不分犹太人 地腊人 地主的 罗卢的 过男过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里 都成为一了 我们领受了什么样的蒙福的身份 我们可以称之为 矿道宇宙万有神的儿女 我们是属神的 属基督的 而地上那些是什么身份呢 奴太人 希腊人 希腊人 这是种族的身份 最主的 为奴的 这是设为地位 这个收入的身份 货男和货女 很奇妙啊 这个 就两千多年前那时候呢 那个时候 神就看到了这个 知道这个地上这些人呢 收入这些人的话 就要炒作这个男女 这个身份问题了 这个性别问题 在今天美国觉得很重要 我认识一家人的话呢 最近呢 父母的话非常的绝望 因为他的孩子 他有这种 这个性别身份的 这个confusion 他居然不知道 他自己是男是女 或者要成为男还是女 社会已经堕落到 这种程度了 但是世界上 人所纠结的 所看重的 所努力奋募的 这身份都不算重要 而且所以我们基督徒 这些身份也不重要 因为 我们在基督里 都成为一了 都合而为一了 所以你在教会外面 你无论是什么身份 到教会里面 你都有更好的 更高的 更宝贵的 更蒙福的身份 我们所共同拥有 比特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再仔细看一看 看他怎么讲的 这个身份 为什么这是一个 蒙福的身份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 被拣选 这个身份呢 不是你努力得来的 不是你消遣脑袋 能奋斗得来的 而是我们创造 宇宙万有的神 在立大地 根基之前 我们就被预定 拣选了 那个时候 在他没有创造 宇宙万有之前 就爱了我们 他就认识了我们 每一位 因这么久了 大家仔细想想 这是何等大的 蒙福 何等重要的身份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神在创造 宇宙万有之前 他就知道我们 我们父神先见 是认识我们 对他所拣选 大家好好的想一想 我们所领受的是 怎样的身份 不但如此 接着我们下看 接着圣灵 得成圣洁 以致顺服 耶稣基督 圣灵 神不但拣选我们 也拆派圣灵 与我们同步 并且能够帮助我们 每日与他同行 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成长 能够使我们的生命 捷径 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圣洁 接着看 又蒙他学所洒的人 他呢 是指我们主耶稣基督 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宝血 做涂抹的 主耶稣基督是谁啊 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 全能的神 他降杯为人 为我们使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流了血 我们每一位的这个身份 都是他的宝血 中价赎贵的 难以想象的宝贵 难以想象的蒙福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蒙福的身份 然后最后呢 使徒彼得讲道说 愿恩惠平安 多多的加给你们 多多的加给我 我们既然有着蒙福的身份 神既然在创造宇宙万有之前 都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 他怎么会 离我们而去呢 彼得在彼得前书 开张名义 就点明了这蒙福的身份 其目的就是告诉 当时面对着各种各样困难的 主的儿女 神既然已经拣选了 不但是拣选你 拣选我们 而且也拆选圣灵与我们同在 来帮助我们 不但如此 而且我们这蒙福的身份 是他的 是他的宝血 重驾赎毁的 他怎么会 弃而 弃我们而不顾呢 我们有怎样的困难 他不会来帮助我们呢 我们怎么样 才能 怎么会 跟世界上 无论你怎样 文华富贵的身份 能够跟我们所领受的身份 能够比较 天差地别 所以说呢 老使徒彼得在他末年的时候 已经看到教会所面临的困难 他写下了彼得前书 我们今天的话呢 同样 教会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挑战 我们自己的生命生活 也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挑战 但是就像初代教会那些信徒那样 我们今天再一次地读彼得前书 也能够得到这恩惠与平安 神也借着彼得前书的我们学习 也将这恩惠与平安多多地加给我们 使得我们 能够 因着我们的父神 靠着圣灵的帮助 和主耶稣基督的带领 能够在这短暂的 在世的短段的年岁 能够像当年初代教会的信徒那样 能够站立得稳 做美好的见证 使得我们能够将来 在主再来的时候 能得到荣耀 尊贵 就像在启示录 十九章 讲到了 说哈喽路亚 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 者做主 做王了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贵给他 因为羔羊 昏远的舍道 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能欢欢喜的 同父羔羊的婚宴 因为那个时候 唯一可以让我们 进入这 荣耀欢喜快乐 就是这宝贵的基督徒 蒙子的身份 让我们第二座 主要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赐给我们 你宝贵的话语 通过使徒彼得 通过这宝贵 the glorious 彼得前书 让我们真的有智慧 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是 何等的恩典 是何等蒙福的身份 虽然在这世界上 我们有很多的苦难 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mistakes 但是我们是 有盼望 我们是大有盼望 尤其是诸尼 多多的将 你所赐的恩惠与平安 赐给我们 也赐给我们教会 就像你当年赐给 初代教会一样 他们也同样面对着 各种各样的挑战 和困难 虽然挑战和困难不一样 但你的恩典能力是相同的 愿主你感动 使徒彼得的灵 你感动初代教会 弟兄姊妹的灵 今天也大大的感动我们 使得我们 能够再一次的读 你宝贵话语 彼得前书 让你这珍贵的话语 再一次的教会当中回响 也因此 我们能够大大的得福 也大得平安 也能够在面对着 充满黑暗苦难的世界 能够站立德本 主啊我们感谢你 我们一上祷告祈求 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 阿们